嗨朋友们,我们的西藏之旅继续前往到日月山。 日月山在藏旅中也被称为尼玛达瓦拉山,是位于青海省西宁市黄园县的一座山口。 山口海拔3520米,青海省划分为西部牧区和东部农业区。 在历史上,日月山称为赤岭,是中国进入青藏高原的必经之地,古时候也是唐朝与吐蕃的分界。 到了日月山,一定要提一下传说中的文成公主的故事。 故事发生在大约1300年前的唐朝,当时唐朝是东亚文明的中心,都城在长安。 周边国家和部落受到唐朝的影响,许多民族部落纷纷与唐朝修好。 同一时期,松赞干部控制了西部的西藏高原地区。 在吞并了一些小国后,他建立了土拨王国,并定都于拉萨,与当时的唐朝就以赤岭一介。 公元634年春天,松赞干部出访中国,见到了文成公主,一见钟情,而向唐太宗提亲,但是被拒绝了。 一怒之下,松赞干部率吐蕃军攻打松州,即经为四川松攀县。 唐朝在当时非常强盛,在松州击败了吐蕃。 之后,松赞干部也派特使前往长安谢罪,依旧请求和亲。 唐皇见松赞干部的诚意,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藏王。 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部,从长安出发,经西宁到拉萨,开始了她漫长而艰难的旅程。 相传,文成公主曾经过日月山。 她在封顶注望故乡最后一眼,思乡之情,油然而生,不禁取出临行时,皇后所赐日月宝镜观看,镜中顿时现出长安的迷人景色。 公主悲喜交加,不慎失手,把日月宝镜摔成两半,正好落在两个小山包上,一半向圆的太阳,而另一半向心夜,日月山由此得名。 可惹可,灵陈圈рут管丢一半向还有女儿要摆讪。 限骨区和 encouragement学们。 刚好、假显迷。 快站 completes我们。 又请保障好每个小山。 快点来吧。 走过来啊 哎呀 哎呀 哦 好可怕 表金太刀 呼吸很艱難 有問題 你厚得黑色 你吃的東西是甚麼來的 你後面去 你後面去 去毛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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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吗 我这后面还有人 我马上下来了 四个 还有后边还有四个 好 啊 哎呦 这样 好 看过来就见 好大风啊 这个是文城公主啊 这个是公主来的 嗯 说话吧 很大风啊 是啊 嗯 这个就是日月停 一个代表日一个月 文城公主就是在这里停留一下下 是啊 西藏 这边呢 去看回去呢 就是啊 去看 看城那里 看城 好吗 说了 好大 好大风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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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我吧 好大 好大 哈